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,温馨五月母亲节将至,新北市树林区公所举办表扬无私奉献的妈妈们。 育有一子二女的陈美玉因为丈夫并是一手扶养小孩长大,等儿女都成年初社会后,加入志工行列,今年特搜中队成立,她担任副中队长,参与年初花莲正在救援, 以自己经历向大众说明女性也能为社会付出努力、关怀。 由树林区各立及社区发展协会推荐的25位模范母亲参加表扬,另一位赖林书源出生于甘园石头新农家,婚后相夫较子外,也在坛底矿场、电子公司、瓦斯卢工厂等公司工作,退休后投身工艺,担任坛底里环保志工, 风雨无阻继续奉献激励。 树林区长林耀长表示,希望极有表扬活动为劳树林区的模范母亲,获奖的母亲美人背后都有一段伟大感人的故事,有的热心工艺当志工,传递温情给弱势家庭,有的家庭遭逢变故,一生奉献于家庭、子女。